新能源车的降价潮也要开始了吗 特斯拉是从4月份开始 就在全球多地的市场上降价 另外最近几天包括长安比亚迪 还有吉利和奇瑞等等的车企 也在纷纷的补贴降价 像比亚迪的海豹等等新能源车型 优惠力度达到了3万多 就相当于是打了9折了 那我们看到上个月不是燃油车 才刚刚上演的一场跳楼大甩卖吗 20多万的雪铁龙C6直降9万 那传统燃油车 它这些年市场在被新能源车蚕食 他们的日子不好过 降价情理之中 但为啥相比之下并不怎么筹卖的 新能源车也开始纷纷降价了呢 马斯克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们降价不是因为大家对特斯拉没有需求 而是因为大家没钱负担不起 所以只有把车价降下来 才是满足需求 而奇瑞和吉利则说 他们降价是因为碳酸里的价格大幅回落了 所以成本降下来了 确实让我们看到碳酸里的价格在3个月的时间内 从56万跌破20万 为新能源车企提供了成本空间 而对于单车毛利率高达30.5%的特斯拉来说 它肯定也还有进步的降价空间 但是呢 这些新能源车企掀起降价潮最主要的原因 或许还是因为整个汽车行业的销售增速都降下来了 像三月份的时候呢 新能源车的销量同比增速是34.8% 看上去还不错 这个成绩呢 比加了传统燃油车的整个汽车行业的8.2% 肯定是好看很多的 但是对比一下去年三月份 新能源车有137.6%的增速 那根本就没法看了 行业增速在放缓 而玩家又在变多 所以那竞争肯定是越发的激烈了嘛 这个事反映到股票市场上 简直就是血雨腥风 像蔚来和小鹏 去年年初最高的时候 股价接近过200港元 现在呢 一个剩70 一个剩40了 理想去年最高165港元 现在剩93了 就连最硬的比亚迪 都从之前的350 跌到了目前的240 那么你说这个新能源汽车行业 未来到底会怎么发展呢 其实这个行业长期的发展空间 毋庸置疑 肯定还是一片蓝海 可是起码在目前这个阶段 它过了它预期最好的阶段了 并且在之前透支了估值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就连这个行业里的领军企业们 都处在被投资者摸索着 它的安全边际的过程中 并且呢 由于很多的国内新能源车企 大多是拿来主义 各种的拼凑组装 缺少真正自主的硬科技硬技术 那对于这些车企来说 如果它一直得花钱 买别人的技术 买别人的产品 那就没有办法靠规模优势 来压低自己的成本 所以它卖的再多 也只能是卖一辆亏一辆 亏到你有自主技术为止 又或者是亏到你亏不起了为止 所以说呢 接下来咱们国内的新能源车企 估计慢慢的会死掉一大批 这个可能就是当下 新能源车企的现状了 但是呢 也不用担心 等到这个行业被充分洗牌之后 肯定又会出现 少数胜者为王的龙头企业 那么到底谁最有可能 成为最后的赢家呢 说到底 未来谁能够掌握 储能的核心技术 谁能掌握最先进的 智能驾驶技术 那么谁就能够造出 最有竞争力的电动车 一个650亿的抽血计划被暂停了 就在今天晚上啊 先正达集团 跟它的保健人 撤回了IPO申请 那么按照规定 接下来上交所就终止 它的上市审核 这也意味着 原来针对咱们大A股的 650亿的抽血计划 紧急刹车了 但是公司也回应了 说未来会在合适的时机 重启上市 这个先正达做什么的呢 它本来是一家瑞士公司 主要干的是农药啊 化肥啊 种子这些业务的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 转基因种子 在2017年的时候 这家公司被央起 中国化工集团 以43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2020年 中国化工集团 跟中国中化集团的 农化板块重组了 装进了一家 名叫中农科技的公司 随后呢 又把名字改成了 现在的先正达 客观来说 这家公司在行业里 还是很厉害的 在全球质保行业排名第一 种子行业排名第三 在中国呢 更是当仁不让的 全农冠军 在过去的三年里面 它平均营收超过2000亿 2022年的利润 接近80个亿 这家公司 含着金钥匙出声 成立之时 就在筹备上市了 那最开始呢 是想上科创版的 想要募资650亿 拿来干嘛呢 其中208亿 全球买项目 195亿用来还债 130亿用来搞研发 如果这个事成了的话 那就会创下 科创版的历史记录了 但是经过多轮问询之后呢 公司在上发展会的 前一天晚上 突然又撤回了申请 然后改报了主板 还是准备募资650个亿 当时市场还怀疑呢 是不是你公司的 这个科创属性不够 所以就被劝退了呀 而公司的说法是 主板定位是大蓝虫 这才更加符合 公司的情况 接着呢 在这家公司申报主板 仅仅一个月之后 先证达就上了发省会 而且获得了通过 就等着拿批文了 再回来的事情 大家就都知道了呀 A股剧烈震荡嘛 户指从活跃资本市场 这个概念提出时的 3200点 最低跌到2600多点 那随着大盘不断的下跌 各界也在不断的 反思A股的各种问题 尤其是光吃不拉 只圈钱不回报的这种现象 要知道650亿啊 这是农业银行之后 14年来A股最大的IPO了 可是现在市场 每天成交都不到1万亿 如果剔除到 量化交易的那部分的话 估计每天也就 五六千亿的水平 这个时候 想要再硬生生的 切走650亿的话 那搞不好 真得把A股 再送回到ICU里面去了 在A股每一种IPO的背后 都会有天文数字般的利益 也正于如此呢 有不少人是把上市 当成终点的 就像对一些民企来说 敲中的那一刻 就意味着财务自由啊 而对一些国企来说 可能就是 可以建立资本市场 进一步的做大做强了 那这个池子里的水 如果有进有出的话 其实还是能维持的 可是现在大家发现 真相原来是 不管怎么再往里面灌水 都架不住有更多的管子 再从里面往外抽水 仙政达本来要募资650亿市 这大A股 真是什么样的奇葩 都能见到啊 一家40亿市值的公司 账上13亿的资金 居然能被人家 给直接化走了 而对方的身份也很蹊跷 只是一个异象收购房 双方才结识了一个多月 这个事上呢 大概就相当于是 你谈了个恋爱 都还没来得及 跟你对象领证呢 结果你的房子 就被你对象给卖掉了 你说这也是堂堂上市公司啊 财务是怎么把关的呢 涉事的这家公司 叫做微创股份 在9月20号的时候 微创股份的大股东 中威树科 其中一个合伙人 江苏阳光集团 跟一家叫做西领能源的公司 签了个协议 大致的就是想把这个壳卖给对方 在协议签了一个多礼拜之后 也就是9月28号起 西领能源的实控人 刘军 就通过共管账户 把公司13.3亿的资金 划到了他控制的账户里 然后呢 10月31号又全部把钱还回来了 紧接着第二天 也就是10月1号起 又陆续把钱给划走了 然后到目前 再也没有还回来 这个事就有很多离谱 荒唐到不可思议的地方 首先呢 公司的控制权 可能会因此发生变更 大股东的合伙人都签协议了 这属于会影响股价的重大事项啊 但是上市公司没有公告 第二 这个交易的对方 公告里说是叫做 江西西领能源有限公司 但这个公司工商资料都查不到 只能查到一家类似的公司 叫做江西省西领能源有限公司 可这个公司的实控人 又不叫刘军而是叫刘琛 然后你要是再查找刘军的资料 你会发现 这个人跟周围集团也有关联 还是失信被执行人 总之这个事情就是 交易的时候是懵的 出了事之后的公告呢 也这么马大哈 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还有第三啊 买科的对方 人家只是签了个协议 都没有实质性的掏钱 居然上市公司 就跟对方搞了一个共管账户 还允许对方 把你的13亿巨款 给来回划来划去 并且呢 这事也一直没公告 还有啊 公司的读董张文栋 以及董密张树涵 在案发前都交了辞职书了 其中读董上任才半年 董密更是刚到任 不到20天 就这么急匆匆的辞职 难道说是发现 公司出了重大问题了 所以就赶紧跳船免责吗 这事公司同样也没公告 然后公司的解释说 是因为当时公司正在被调查 所以就没有说 作为一家市值才40亿 总资产才20来亿的上市公司 13亿 那真可以说是 整个公司的命根子了 按照今年的半年报 公司账上的现金 总共也才15.7亿 这哪里是换大股东 这跟杀猪盘差不多了吧 那么目前最新的消息是 这次交易的双方 包括江苏阳光的陆克平 以及西里能源的刘军 都已经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了 另外的公司除了刚才说的 那两位董密和读董辞职之外 还有财务负责人 以及另外的两名读董 也都辞职了 总之呢 就这个班子的成员 都已经讨得七七八八的了 都不知道这艘船还能怎么开下去 话说A股的股民真是苦啊 这事儿估计压根也没人考虑过 他们的感受 就拿公司的时控人陆克平来说好了 他在A股打造了个阳光系 包括有江苏阳光 四环生物 微创股份等三家上市公司 而陆老板呢 总是习惯搞各种资本运作 比如说先收购海人光福 在公司退市前 减持获利二十年 一直被卡脖子的中国 这次是制裁了一家美国的芯片公司 5月21号呢 网信中国发公告 说是全球第三大存储芯片巨头 美光公司的产品 存在着严重的网络安全问题隐患 影响我国的国家安全 那我国相关的公司呢 应该立刻停止采购美光公司的产品 也就是说呢 这家美光公司被咱们给拉黑了 那为什么我们会对美光出手 这个事会对我国半导体行业产生哪些影响呢 要知道美光的产品主要是存储芯片 它广泛的用在手机电脑汽车 甚至安防工业 还有像这个军工等等的领域啊 比如说你要是有一个8G加128G的手机的话 那这个8G指的是运行内存 128G指的是存储内存 那美光主要就是做这个存储芯片的 在最高峰的时候呢 它在咱们中国内地的年销售额 达到了1200亿人币 占到它公司当年总营收的接近60%啊 但这样公司的吃相挺难看的 它一边在咱们这儿大转特转 一边呢还拼命地给咱们的企业使绊子 比如说2018到2022年期间呢 它花了954万美元 游说美国政府 制裁它的竞争对手 像我们的长江存储啊 长青存储这些企业 就是这样被列入到美国实体清单的 然后这些年 由于咱们的国产存储芯片厂商的崛起 它在中国的销售额是一年不如一年 去年在中国的收入已经降到了 只有230亿人民币了 不过呢也还占到公司总营收的10%吧 其实在3月31号的时候 中国网信网就已经公告了 说是要对美光公司进行安全审查 但那时候呢还只是说要调查 还没给结论 那这回是靴子终于正式落地了 在当初只是公布要调查的时候 美光公司的股价都下到 一度大跌了超过5% 要知道过去在半导体这个领域里 都是美国单方面的制裁我们 而这回呢是咱们中国首次进行了反击 而咱们呢一向是不打无准备的仗的 那这回封杀美光 首先我相信肯定是基于安全的角度 咱们不能给对手藏暗门的机会 另外呢肯定也意味着 国内某些细分领域的芯片 或许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了 起码不再怕被卡脖子里呀 相反呢由于美光的市场份额空了出来 对于国产的存储厂家可能反而是个利好 当然也必须要看到 目前咱们在高端芯片这一块 确实离国际先进水平有不小的差距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个差距一定会慢慢的逐渐的缩小 而现在呢在一些中低端的芯片领域 由于国产厂商的加入 价格是断崖式的下跌 简直都卷成红海了 那以往呢那些国外厂商 动不动就闹个水灾火灾啥的 然后再以这个为借口跟我们涨价 搞到中国的这些下游厂商是苦不堪言的 但神奇的是 自从长江存储的国产替代出来以后 国外内工厂再也不起火了 可以注意一下下面这新闻的时间 陪我们长大的悟空 终于站在了西天的高点 黑神话悟空 被誉为第一款国产3A大作的游戏 一经上线快速登顶下载热榜 他不仅拿下了全球周度销量冠军 还在美国加拿大意大利等等12个国家霸榜 为了玩明白这个游戏 现在外国人也在恶补西游记啊 还带火了一批讲解西游记的博主 今天上午的10点 我们也终于等到了黑悟空完整上线 上线一小时在线人数迅速突破百万 A股上有些相关的概念 股被拉出20厘米的涨停 甚至还有多家上市公司被股员们追着问 金斗云作为无人驾驶载具 是否使用了贵公司的技术 从影响力的角度来说的话 黑悟空被称为国产游戏的iPhone时刻 也不为过了 当然了咱们国产游戏也不乏收入在 百亿级别的爆款 像梦幻西游 王者荣耀 元神等等 但是呢在这种硬核单机大作方面 却没什么竞争力 而这个赛道也是巨大的市场 其中呢有十年两亿份销量的神作GTA5 有获奖进千项 狂卖5000万份的巫师3 有系列销量5000万份 拉动整个游戏生态的塞尔达 这也充分的说明了 几百元一份的游戏价格虽然贵 但只要游戏做的足够好 也能卖很多 那为什么咱们的国产3A大作迟迟没能够崛起呢 其实直接的原因就是成本太高 3A是什么意思啊 翻译过来就是大量时间 大量金钱 大量资源 还有共产团队曾经透露说 他们一个小时的开发成本达到2000万 这个游戏是从2017年开始 开发了7年啊 投入了大约5到6个亿 同时呢相比海外市场 咱们中国市场的变现会更困难 这个呢是由我们的发展顺序决定的 发达国家他们中产崛起的比较早嘛 互联网的普及也比较早 用电脑用手柄玩游戏早就是一种习惯了 而咱们中国互联网的普及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移动互联网 也就是靠手机拉动的 让玩家花大价钱配置一台电脑 再花上几百块钱买上一份游戏 其实本身这个门槛就比手机要高一些 很多玩家还没有养成这样的消费习惯 所以呢如果想在国内快速赚钱 其实3A大作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要做出一款硬核游戏 不仅需要烧钱 更需要一些理想主义 真正的好游戏好公司 应该能够到海外去竞争 赚全球游戏玩家的钱 而不是各种复制换皮 在国内不停的内卷 他需要创作团队对文化出海有足够的自信 对玩家有足够的自信 对自己的质量和资本有足够的自信 同时得接受一切失败的可能 需要在充满不确定的市场杀出重围 这又何尝不是取经之路呢 一款游戏成功以后就可以带回真金 激活市场 给其他的厂家打个药 毕竟经济发展再好 文化不行 咱们就只能玩着进口游戏 看着进口电影 经济的巨人 文化的矮子 它是博足的 但是今天我们的经济发展起来了 文化也慢慢的有自信了 从流量地球到元神 再到悟空 我们有了自己的现象级产品 在以前落后的时候呢 我们是读希腊神话 现在终于轮到西方读西游记了 就像是黑悟空的谈